大家好,我是文哥 今天是2022 12月的11号 世界杯现在到了一个 还剩下 还剩下 四场比赛 四场比赛 那么紧接着下来呢 更加惨烈 昨天前天的结果 令大家可能多数人都大跌眼镜 确实如此 这只能说明什么呢 足球的魅力 不管谁愿不愿意 巴西离开 葡萄牙离开 这都是世界的强队 但是不管愿不愿意 不管C罗的眼泪如何的流淌 我们看着也很想心疼 但是 这可能就是一个 时代的告别吧 比赛是很激烈的 巴西也是如此 我们多少人寄予的希望 还是 有个什么 就是不定的因素在里头 好了 我们继续关注 世界杯 还剩下四场比赛 那么 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呢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 你周围的人都开始陆陆续扬了 包括我们刷抖音也好 看别的也好 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要慢慢能接受这个东西 所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负责人 就是这个意思 阳了 是正常的 我们谁也战胜不了病毒 我们也没法防范病毒的侵入 如果以我的个人的观点的话 就是你可以去做防范措施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很多防范防范 小心小心的人依然被染 因为细菌的传染性无孔不入 这就是现实 所以大家要心里不要有恐慌 既来之者安之 是吧 然后有一个就是信息的问题 我们不要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 就看你周围的人怎么得了 怎么治愈 怎么样一个感想 那是最真实的 不要去打听什么这些东西 或者是网上告诉你什么 周围的信息是你来的 就是特别的真实 对吧 你家邻居也好 或者你的朋友也好 他不会骗你是吧 他把他得了的这个心理体会 然后怎么治愈的 你了解就行了 所以防是防不住的 口罩也好 这个 所有的这些措施吧 当然疫苗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是吧 但是最终会发现 打疫苗的也会感染 就是这样 那么说了这些东西呢 是让大家比较坦然的处置 那么最悲催的呢 还不是我们说谁洋了不洋了的问题 我再想想 就是这三年疫情 学生们 他们是最悲催的 真的是最悲催的 你可以从这个小往上算 小学生 一旦封控 一旦这个什么静默 一旦什么什么 这多少次多少次的 就在家里上网课 如果了解一点这方面的情况的人 包括父母 我觉得父母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吧 觉得哎呀 上网课挺好的 也挺省事的 孩子在家里 这还还还还没事啊 怎么怎么 上网课这件事 对小学生来讲 以我的定义啊 就是如果小学生在家上网课 就相当于他辍学了 这个这个话语一点都不不重 因为小孩根本 他的注意力啊 他学习的这些等等 在网课面前 他的效果基本上是零 他都不知道为啥要学 为啥要通过一个屏幕啊 然后那个环境 那个感觉 那完全是跟辍学是一样的 跟在家是一样的 不学也是一样的 再有呢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学校是干嘛的 学校不是单单学知识的地方 为什么要让孩子们都到学校去学习呢 学校的意义 它的意义不单单是学习知识 同学之间的往来 交交际是吧 交朋友 然后很多这个 很真实的生活 体育课呀 文艺课呀 什么这些交错的进行 让他感觉到活生生的生活 在他身上发生着 他才会改变 如果你试试把你家小孩 待在这个家里天天上网课 上上几年 你试试看他傻不傻 对不对 中学生相对好一点 我们说初中生啊 相对好一点 但就此呢 也是怎么样 就是把很多学习 没有太自觉性的人 基本上就也是一样 在家辍学了 他反而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托词 是吧 似乎在那里学习 但基本上没学习 那我们可以想象 到了中考的时候怎么办 高中也是一样 他有的时候需要跟老师面对面啊 就是交互 讨论啊 然后老师的很多这个身体语言也好啊 这些当场的那种面对面的那种讲解 完全是不一样 同样我们说中学生啊 不管初中生高中也需要一个生活 他们交友 他们需要彼此了解啊 这个都是需要真实生活 而不能说在家里去完成这些东西 家长们一定要搞清楚 能让孩子们到学校上课 线下上课 这才是真实的 这才是有效的 否则你的孩子 说的难听一点 真的是跟社会完全脱节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应对这个真实的世界 他学到 学到了点啥 对不对 家长们应该先很清楚 如果你没有能力辅导孩子 那你家孩子真的很惨 我只能说很惨 好了 到大学来讲 2019年 9月份入学的大学生 到了年底就开始 疫情 那你现在想想 大学生在校到底在校了多少时间 风风读读 读读风风 最悲催的就是这三年疫情 对大学生来讲 他上了个什么学 他在学校的一共的时间加起来 有多长时间 一年 对吧 那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 他辛辛苦苦 终于这个 踏进了这个大学的校门 本想这个好好的去 让自己更加的这个充实 学到很多东西 他没办法实现了 在家里了 是不是 他需要真实 也是需要真实 交女朋友也交不了 交哥们几个想 就是干什么也做不成 交一些朋友 完全断了 而且如果是异地的 他可能回到老家去了 那更惨 所以大学生这三年疫情的耽误 是 在未来是可以展现出来的 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上了个什么 上了个寒寿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寒寿 寒寿以前有这么一种 教学模式 这是人待在家里 以前还是电脑 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 把电脑打开 或者是把电视打开 然后在规定的时间里 然后人家老师在屏幕上给你讲课 这叫寒寿 那些是对什么呢 对那些已工作的人 业余时间去上这个 然后获得一些文凭的提升 是这样的 那今天的大学生也是这样啊 他的三年 就在做这种网上的学习 他已经失去了上大学的意义 以我的理解 他真的失去了上大学的意义 他学到了什么 社会需不需要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形式上是上了大学的人 但是从内容实质上 他可能就是高中生 大一 顶多把它加起来算一个大一的学生 这叫异业 可以说叫异业 所以种种这些东西啊 疫情给我们带来的这些 给孩子们的这些 摧彩 或者是孩子们的损失 这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心理上的形成 他认为的这个 啊 疫情下的这种线上教学 成了一种常态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常态了 对吧 他还是觉得这样上完大学 他就可以怎么样啊 到到社会上呃 有人需求他 这是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 我们要 好好的怎么说呢 就是 家长这边从小学中学 这一路啊 就是 线下教学是不可替代的 老师的面对面的教学 也是不可替代的 学生们在学校里的这种相互 啊 交流 相互的这种接触 真实世界的感受 也是不能替代的 否则上这个学干什么呢 没有意义了 您说呢 谢谢大家